好 这个小时的国际间的焦点我们来看到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5号 在圣彼得堡对国际新闻机构的高级编辑发表讲话 他表示呢 西方国家参与对俄军的军事打击 意味着对俄罗斯直接开战了 他说呢 如果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 他将向可能打击西方利益的第三国家提供武器 好 普丁同时警告了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措施 另外 对于美国大选 普丁认为不论谁当选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政策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美国跟南韩的空军联合演习 美军B-1B战略轰炸机 时隔7年再次在朝鲜半岛 空头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美军的B-1B轰炸机在南韩F-15K的战机护航之下 空头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 南韩国防部有说 这个联合演习是展现对于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 也是美国旅行对南韩提供延伸威慈的协防承诺 韩国媒体分析了认为 美国投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目的呢 就是要应对北韩最近向南韩散发垃圾气球 还有发动电波干扰等等挑衅 向平壤发出警告 南韩已经宣布终止两韩919军事协议了 来回应北韩的3000多颗会晤气球 直到恢复双方互信为止 韩媒又指出南韩情报部门证实 北韩的会晤气球可能是声东及西 因为上个月呢 北韩发生了90名官兵死亡的大型船难 引发军中不小的骚动 因此为了稳定军心 才把抓焦点转向共同敌人南韩 在北韩连日对南韩丢实弹 并发起电波干扰之际 南韩宣布终止两韩919军事协议 直到双方恢复互信 南韩指控北韩不断挑衅 严重威胁国安 并强调如果北韩再有动作 会在韩美联防的基础上 马上强力反制 等于南韩有机会在边境直接军演 让两韩更紧张 而北韩3500颗会晤气球 可能不只是因为想针对南韩 南韩媒体指出 这也许是声东及西 南韩情报当局评估 因为上个月北韩发生船难 再有130人的船上 至少90名官兵身亡 消息在军中引起骚动 官方想安定军心 让士兵们把焦点转向南韩 才上演一连串使工等挑衅活动 南韩除了单方面终止 919军事协议 也要反击 考虑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最怕的心战大喇叭 重出江湖 这一整排扩音器 过去朝着北韩放送 南韩偶像洗脑歌曲 对北韩人宣传南韩有多好 如果把输出功率全调到最大 车辆上搭载的扩音器声音 最远可以传到34公里外 北韩挡都挡不住 比军演还恐怖 记者王宣报道 美国航太区波波音公司 经过多次的延误跟修复之后 终于是把星际航线载人太空船 在美东时间6月5号上午发射了 两名太空人也是顺利的升空 这个星际航线太空船呢 曾经因为技术问题等等的原因 首次载人飞行多次的喊停 延宕多年的这个延宕时间 5号这一天终于是从佛州 有一处太空军的基地发射升空了 两名太空人过去都是有太空飞行经验 这次的任务是飞到国际太空站 预计停留大约一周的时间 NASA署长有称赞 这个是航太未来的里程碑成就 美国总统拜登 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有说 如果中方入侵台湾 那么不排除会动用美国的军力来应对 这个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飞往法国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头表示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也会持续的执行